我們接著來講 借電池的乾脆時刻 那 借電池的乾脆時刻呢 我先講一下 我們這裡最常看到的借電池其實就是兩種材料 一種就是阿桑 一種就是南川 因為半導體製程當中會用到的絕緣程 在二十八奈米之後的hypermirokey還能使用之前 絕緣程序基本上就是阿桑跟南川 就是細的氧化物或細的氮化物 頂多裡面會參與點銅離子 磷離子或者是佛離子 來改變它的軸有動溫度或者是界電場區 可是主要材料都是細的氧化物和細的氮化物 而乾脆時刻當中呢 我先講過乾脆時刻呢 會用到什麼離子空氣跟自由氣的時刻 而行中自由氣當中呢 細最容易反應的就是佛 佛只要碰到細 佛的自由氣要碰到細 就會產生佛化性三 或者情會發療 所以界電池的時刻 界電池的時刻 大部分都會使用什麼呢 佛元素 並且搭配的是整個分子比較重的分子 因為分子它的碰撞 它可以由零化變成離子 而它如果分子序 分子序量很大的話 它也可以有空氣的效果 而撞擊出來的自由氣 又有化學石刻的效果 所以它會看到會造什麼呢 這種含有佛的重離子 含有佛的重離子 那最常使用的是什麼呢 最常使用的是CF4 CHM3 C2F6 C3H8 就是碳佛化物 碳佛氣 碳佛氣 那它可以變成離子化之後 去轟緊 來做破壞的原理 的轟緊這個動作 也可以 造出佛的自由氣 產生化學反應 而碳佛無化物的好處是 在常溫的情況下 碳佛無化物是一個很穩定的氣力 並不會都這樣 花氣或是氮化氣反應 也就是它如果是個完美的 中性分子 氣力分子 它碰到阿塔 碳佛無化物是一個很穩定的氣力 它本身不是腐蝕性的氣力 而是形成電漿 打完電漿之後呢 分解出佛樂自由氣之後呢 它才會開始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 所以它必須是電漿化之後 才具有石核效果 因為CF4 這些碳佛氣 都是穩定的氣力分子 它必須是解離並且釋放出自由氣之後 才會有強烈的化學反應 跟二氧化氣或氮化氣 然後反應出四波化氣出來 所以佛這個東西呢 那戰鬥車是很常見到的 不論是容易或者是輕 不論是容易或者是輕 那各位也可以重視一下 佛可能還有什麼 佛還可以殺去 有沒有 所以呢 牙膏裡面可能會參電佛 游泳池裡面 為了殺子細菌 有時候會有一點佛 但是現在怕佛太太強了 所以都是用什麼呢 濾氣 大家知道去游泳池都會參一些 濾氣有沒有 殺菌 大家都知道 化學元素表裡面 最右邊的元素 佛綠、秀 都是 腐蝕性、化學活性很強的東西 要小心 要小心 要對於 周期表 敬畏一下 連開的元素 佛綠、秀 這類東西 好 所以呢 可以看到 洩負打電降機的心 會不足以加佛 佛又出來 所以大家看一點點這樣子 好 而 因為它 你如果只用佛 只用洩負 反骨點氣只有洩負 它用的是自由氣 而自由氣的石刻是化學環音 化學石刻是一個等向性石刻 它的形狀就會不好 它就會測向石刻 所以你會要參什麼呢 氧氣 增加磷子風機 這樣它才會突彎 它吃出來才會 不會是 比較不會 像臉色的石刻 才會吃出來比較適 也就是說 你要把它變成 白衣服的石刻 先用洪擠 把材料洪爛的時候 再用佛自由氣 它化學環音速度會很快 那它再往下石刻速度 就會令往側面速度快 所以呢 基本上還會用氧氣 不會單純的只有西而破 還會用氧氣 如果純的西而破的話 從化學石刻 它也會產生 側向石刻 這樣就不好 這樣就不好 好 那 有的時候呢 好像參入點氧氣 為什麼要參入氧氣呢 參入氧氣是要消耗這裡的碳 釋放出更多的佛 因為 碳會跟氧環音 所以你從西而破的時候 釋放出佛 你再免氧 把一些碳的消耗掉 又可以再釋放出更多的佛出來 所以加點氧氣去跟碳 你可以釋放出更多佛的自由性 可以提高你的石刻速度 因為佛的濃度就會變多 佛自由性的濃度就會變多 那加氫氣改變選擇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些事情呢 沒有那麼清楚的描述它 這就是今天的結構 而 界電池石刻呢 最要擔心的就是佛碳 佛漢 什麼叫佛碳米呢 就是 你通過的氣體是CF4 但是它經過電 將撞出自由介入變成CF3 CF3呢 在通過通過之後 再撞出一個破壞 就會變成CF2 也就是說 當你的氣體只有CF4 而佛消大很快的時候 它為了產生更多的佛珠啊 它就會從CF4 變成CF3 變成CF5 可是一旦看到CF4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的驅嚴是什麼 CF4是個碳 四周有四個佛 當你把兩個佛拿掉之後呢 它就產生兩個斷間 兩個佛的間結 兩個斷間 那這時候它就跟旁邊的CF4 斷間跟斷間結合 一堆的CF4就會合體 變成強烈狀的聚合物 就變成強烈狀的碳頭聚合物 像 對 沒有寫 好 沒有寫 就寫白白 好 這樣子 看一下 當我們CF4的化學器裡面佛的損耗 佛的消化量太多的時候 造成 我的原本是CF4一個碳 配四個佛 然後 這就叫CF4嗎 對不對 而我撞出兩個自由基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CF2 那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氣體分子裡面存在著 許多CF2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旁邊的事物就是跟它合體 再合體 再合體 就變成一連串的 只要最棒的有一個CF3 去 喊頭喊尾 馬上就變成一個長鏈狀的聚合物 多碳的聚合物出來 而這個呢 會是固體 這個就會變成固體 就會變成長鏈狀的聚合物 那這個聚合物呢 就會在原本的型格 但是整個氣體變成CF2太多的時候 它表面就會形成長鏈狀的CF2的聚合物 就變成薄膜沉積了 就變成有聚合物沉積在清雲表面 這時候你要不去除它 要來就是阻止它 變成CF2 要來就是怎樣呢 我形成CF2之後 我再用離子轟擊 把CF2再轟擊掉 但是鬆壞了 你轟擊掉它又可能會再形成 所以重點是 不要讓它消耗 消耗到剩下CF2 不要啦 不要讓CF2變成什麼呢 變成CF2 所以 在氣體的CF2上面會看到 當你的佛碳碳碳碳 佛碳碳大於2以上的時候呢 佛碳碳大於2以上的時候呢 主要是10顆 但是佛碳碳開始小於2的時候呢 就變成聚合了 你就知道靠什麼呢 你就知道靠你的偏壓 直流偏壓加起來風激 原本會發生聚合呢 只要你的風激電壓強一點 自我風激強一點 它還是會是10顆的 等於是什麼呢 現在破壞要聚合 但是離子風激會把它封掉 那中和的結果就是10顆 但是問題是 如果POWER不夠強 那就聚合效應大於2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小心了 佛碳碳要盡量保持大於2 佛碳碳要大於2 那要只要來控制佛碳碳呢 我們先沒講過 佛碳碳會之所以 開始會區區銀河 我小朋友是因為什麼 我釋放出太多的粉 留下了孤單的碳 而孤單的碳 就會跟旁邊的孤單的碳 形成一堆的先鋪的聚合物 那如何直接解決這個孤單的碳呢 給它癢 給它癢之後 它就直接癢癫癫癫 不會再去找旁邊的先鋪了 所以呢 最好是怎樣呢 直接脫一些癢 或者是說什麼 你直接去拉10顆癢化物會比較好 或是通一點癢 通一點癢呢 癢跟碳碳化物的碳 會發生成CO跟CO2 所以這時候呢 孤單的CF2 你給它癢 直接把碳拿走之後 它反而會幫你更使用 更多的活出來 所以拆一些癢氣進去 原本的CF2 你給它的癢 給它癢之後就不能CO 加上什麼呢 加上兩個F2 給它癢 把它彈舊掉 反而釋放出更多的自由基礎 所以加癢進去 可以足物質 場面狀距有無法 或者換言之 你讓這個碳 勞有所重 讓它有 地方可以去 錯牌它 不至於去找其他的CF2 倒排它 直接把它開 解決掉 所以 所以呢 要釋放出更多的佛 你可以掺點癢進去 掺點癢進去 或者知道它死顆的東西 是癢化物的話 死了癢化物裡面的癢 就會來幫你 回到電降器裡面 幫你釋放出更多的佛出來 來保持佛碳 保持佛碳 但是如果不信你的食科 真的產生了聚樂物了 你只能靠什麼呢 一個靠的是電降的物理通勤 一個靠的是什麼呢 即使聚樂物產生了 你還是可以用癢 同樣性 精神電降 癢電降還是可以跟 碳投化物裡面的碳 產生揮發了氧化碳 到氧化碳的產物 所以即使有長電狀劇的物 你還是可以透過氧電降把它燒掉 因為只要有碳給它癢 就可以把碳給你除掉 而釋放 指下的火可以吸放出來 所以氧電降是很好用的 氧電降很好用 所以氧電降不只是可以蓄光煮 還可以蓄這些聚樂物 在氧化碳的製程裡面 常常開放的聚樂物 基本上都還能盤 不然去燒掉它最好 那氧電降時食科呢 用的是抨擊把它損傷 強烈的就是抨擊把它打斷 要是把它撞掉 要不是把它撞翻 把後面的自由氣去跟它反應 所以氧電降時食科用的是 損傷機制 成立在電降式和反應式中的聚樂物 也就是碳氫的 碳氫的 碳氫的CF2的聚樂物 你可以用氧電降把它給燒掉 氧電降把它清潔掉 清潔掉它 那或者說你在時刻 或者是說有些電降成績的槍體呢 形成許多的 阿傘或是呆船的 補抹成績在化學氣象成績 或是說電降的槍體的四周 如果有二氧化系或是氮化系的成績的話 你可以用CF2的電降 因為你沒有氧電降 去把它洗喝掉 那接著開始課程取了一堆的粒子 這些粒子其實沒有很好 但是 OK 它取緣的粒子是什麼呢 我們想要加 Modfet的Stock Strain 當電晶體做完的時候 這是個電晶體 很多的電晶體排列在一起 這通常是機體 機體才會排得這麼密 好不好 這裡有一堆的電晶體 然後最後的捲層把它封住之後 你要用金屬連接線 把Stock Strain 金屬給拉出來 那金屬要拉出來的時候 你要挖洞 你要露出 露出你的Stick出來 你Stock Strain的表面要露出來 於是你就需要開黃光 圖案畫 然後露出來 而光組的大小呢 你會看到光組這裡中間的洞 會比這裡的洞還會很大 但是不怕 為什麼呢 我在石刻的過程中 灰色的是阿傘 灰色的是阿傘 而旁邊紫色的是Nitra 紫色的是Nitra 灰色的是阿傘 或是含銅跟鈴的錫玻璃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可以用石刻 我可以找到一個氣體是 石刻阿傘比較快 不太石刻Nitra的 應該是石刻氣體 然後去石刻它 石刻怎樣呢 我在石刻的過程中 我主要是石刻阿傘 而Nitra是石刻的 石刻阿傘 石刻你不太 最好是不太石刻 好 那他 他舉了一個是什麼東西 沒有錢 阿傘 基本上,這個地方一般不太會使用佛 佛當然說這裡是阿塞 可以讓你吃吃吃吃吃 可是當這裡吃開始後,那一喘肉出來了 那一喘肉出來了,佛會不會吃那一喘 佛會,佛會吃那一喘 只是他跟阿塞的疏離有點差 所以他絕對不是純的佛 他會充一些其他的氣體進去 只是這裡特的這地方沒有 他有表示說他有什麼東西嗎? 好像沒有了 但是直接畫圖而已 可是這樣就是出現一個問題啊 這種SATF-LINE自我對準叫什麼呢? 自我對準就是 康瑞在這裡 可是我黃光開了洞,比康瑞洞大 但是不擔心 因為他會指導阿塞吃 那一喘肉吃 最後中間這個豆就會試乾淨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一個氣體是怎樣呢? 主要是吃阿塞較快 吃NITRINE較慢的東西 如果是容易,很簡單 容易可以用什麼? 韓伯的 韓伯的TREM1 NITRINE怕的是零酸 阿塞怕的是HF或BOE 用4410顆是可以這樣吃下 但是他只會測向10顆 所以如果你靠BOE We win over We win over 只會留下NITRINE 就你原本要通過這個地方 就沒有被捧住了 就這個漏出來 那金屬填進來就是正天轉路 所以這地方奇怪 各個人沒有特別顯示清楚嗎? 各個人沒有特別顯示 好 沒關係 這個地方 因為各個人各家的機台 用的Racer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直接來打 看Google有沒有 這個叫做Content Action 來看一個單位 好 HK 对,没有特别写它说什么 什么铁匠 contact action was performed 我们还等于化身体证 用的是ICP 然后呢 没有提起它是用 舌头 舌头 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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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氣 要參雜一些氣 好 所以 根本講什麼呢 通系了過 他同時也會吃什麼呢 吃阿才吃奶酸 他請問會不會是喜 如果單純是一口會吃 也是會嗎 而且你可能吃這個罐對不對 不會吃這個罐 癢會是最快的 因為癢 吃出來的癢 會跟炭反抑脂肪 就更多的抹出來 所以吃癢 吃二氧化是最快的 但是細也會吃 所以他會要重視選擇 比較不加同的人 加氫氣 所以代表不同的氫氣 他會細 二氧化細 半化細 三種的四顆數量 應該會不會一樣 所以他應該是微調 通的氫氣的流量 親戚的濃度去改變選擇 去改變選擇 所以 要達到這樣的時刻 你就必須要調配親戚進去 使得這個 這個呢 第一個 吃阿才白是最快的 因為吃阿才的 所產生的膚產物癢 又會再去跟 蟹負反應發出更多的火 所以首先阿才白是吃最快的 可是你要提高選擇 你如果要吃那小的Slic 慢一點的話 就會加什麼呢 加氫氣 而就算你再怎麼加氫氣 請問當你Slic 露出來了表面的時候 是不是會傷到你的受卷 你的受卷是不是很會 凹陷下去 所以真實的飯道理製成呢 在康克的地方 不會是單純的Slic 而是怎樣呢 在吃康克之前 他會先沉積一層Nitron 這層Nitron呢 會有一個包包的Nitron 在Salt Drain的表面 會有一個包的Nitron 這個Nitron稱之為 Comphead H-E Stop layer 就是不知道 在吃Comphead的時候呢 停在這個阿才上面 然後最後呢 只要微微的把這個Nitron 給吃掉 Slic就打開了 因為你如果這裡面有一個Nitron 在這邊的話 在吃阿才的過程中 只要是阿才吃掉 Slic的豆出來 Slic就會被吃熬下去 吃熬下去 你再填金屬進來 萬一這金屬擴散到超過強圈的話 就會造成元件的斷路 這樣講一下 所以呢 就會有一次產生了 Comphead H-E Stop layer 就是Comphead石刻的主打體 擋住這個洩霍的單紙石刻 這個我們在後面的製成整合 你們可能上不到 但是你們要知道 真正Comphead石刻的時候 還會再沉金層 Nitron當保護層 這個Nitron保護層 是在這個Perservation 噸化層沉金之前 受罪行程完之後呢 你看這裡就會有Nitron 有沒有 這裡有Nitron 這個Nitron就是石刻主打層 這裡表面就已經有Nitron 然後呢 吃阿塞的時候 就停在這個Nitron表面 然後記得在使用Nitron的層次 吃掉一點點 吃掉一點點就好 因為吃這個阿塞 這個阿塞很厚 你看這裡薄 這裡厚 那請問我們最後 是要吃薄還是吃厚 一定是以吃厚為主嗎 而厚度越厚 到時候Operation的時間越久 我們要確保它吃乾淨 那這裡就會吃得比較多 所以使用Nitron當作石刻主打層 可以保護下Nitron 等到它有13斤之後呢 這整薄薄的蛋 就只要輕輕的 抨擊一下 這個蛋被弄掉 那下Nitron的損傷就會 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一層可能 Compage大類 簡稱CESL 又別名SISO SISO SISO SISO的表面 怕被石刻到 所以故意停一層Nitron 保護它 這層Nitron 叫縮寫CESL 叫做 Compage H Stack 類 就是石刻的時候 叫做的停在這層Nitron上面 停在上面 保護這個 SISO 然後這在 額外的 努力要把它 剩下就可以了 這叫做 Compage HStack 簡稱CESL SISO類 簡稱SISO 那接著在後段連接線的部分呢 在後段金屬連接線的部分呢 就有很多種做法 最後都是要形成像 這種雙千四股案 最後都需要這種雙千四股案 只要叫雙千四股案呢 有部分的洞跟部分的洞 在上面是要混合在一起 比如說 Inverter 二級 是一個PMOS 一個NMOS 好 一個NMOS 一個PMOS 一個P在上面 一個NM在下面 然後兩邊的GEN 短路在一起 SOS 各自獨立間 兩邊的GEN 要短路在一起 兩邊的GEN 要短路在一起 那這個短路呢 通常都是怎樣 原件做完之後 在後面的金屬連接線 要把它短路在一起 比如說這裡下面是一個 這個原件 可能這裡接的是 NMOS的GET 這裡可能接的是 PEMOS的GET 他們要在上面的金屬 短路在一起 就用這種做法 就用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叫做 DUOR DEMONSEN 雙大法式的做法 雖然我們要為什麼 叫做大法式 但是這就是它E-MORE 那要形成這樣子 兩個小content 打下去 可是上面是把它短路在一起 這種做法呢 有幾種呢 課會就給你介紹這種 金屬化製成的做法 有幾種做法 可以達到剛剛要的形狀呢 基本上就是跟兩次十顆 第一種是怎樣呢 你直接將你想要十顆的 這兩個洞 直接吃下來 直接先吃穿到這兩個洞 接著呢 就是一道彈光 第二層呢 接著你把光阻填進去 光阻填進去之後呢 把上面多位的光阻 給抹掉 CNN抹掉 那這是光阻 接著 這個光阻呢 就給它硬烤 硬烤完之後呢 它就不再對光的反應 它就在照到光眼 不會被溶解掉 然後呢 你把它固化了之後 硬烤了之後 你再重新上 新的光阻 重新上市的光阻 再重新圖漢畫 而這個圖漢畫 出來的圖漢畫 就是要不完路的區域 你要你把你的 金屬天下 那不完路的區域給開出來 然後呢 一樣曝光 顯影 顯影完之後呢 接著再填上 而前陣的光阻 因為已經考過了 所以它不會再對光反應 它也會溶解在 那個顯影裡面 所以突然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然後呢 接著 接著等一下 突然就吃出來了 這個已經先吃了 這是第一次吃的時候吃了 這是第二層石科 接著去石科 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Dry H 用CR4的Dry H 要去石科它 石科下去完之後呢 再使用兩片漿 把所有的光阻 全部給剝除 就變成這樣 全部剝除 就會長這樣 接著再沉積你的金屬 再接著沉積你的金屬 進去 再CMP磨下來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兩個康內上來 這三年 短路在一起的圖形就出來了 那至於不需要短路的 不需要短路的 也會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一根 直直的沖上去的話 這一根會很細 原件變成下面很明明 但是上面在CMP的時候 如果你就是一直直直的 你會講電子大 不然大家知道 截面機越小的 電子機越大 截面機越大的電子會越小 金屬保險的電子 是跟截面機成這樣 所以 如果今天你的截面機 就這樣子 直直的這樣上來 這個電子比較小 而在第二個地方 你把它刮一面 它的第二個 截面機比較大 那上面這一半段的電子 會比較小 下面這半段的電子 會比較大 所以 反正你知道 做什麼這個樣子嗎 那後面這些呢 你把它做大 做大一點 再使得大一點 可以降低電子 降低一點 它就像金屬 穿塞的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不只是要短路的地方 把它cover到 兩根都cover到 就算沒有要短路的地方 我會可以把原來的洞 加大 把原來的洞 加大 把洞加大 下面的洞 沒有辦法大 是為什麼呢 下面這個洞很小 是一個遠近的遠近之間 隔很近 可是上面的空間是比較大 比如說 剛剛我們來看到這個電子 這樣子 它跟它這麼緊密 它就算能夠挖洞 這個洞也挺多像這麼長 它挺多像這樣子 可是到更上面呢 更上面這個時候呢 它就有幾乎可以更寬一點 它就有幾乎可以寬一點 或者是旁邊的並沒有導入 或是有些沒有那麼密集 但如果是這麼密集的話 就很難寬 因為如果這麼密集 上面要寬 洞也要寬 那就 死無力 所以不會啦 不然就是這樣 有些在第二層寬 有些在第三層寬 有些在第三層寬 不一定 要看它基礎拉線很大 這個跟那個 電鋪設計有關 iC設計的人 最後要換了也要 最後要換過去 就要決定 好 那它還有一種做什麼呢 剛剛這種做法是 先打深的contact 深的剛才打完之後 再打淺的 淺的contact 再打淺的 那 還有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我先全部打淺的 我先比較寬的先吃 比較寬的先吃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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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短路先吃出來了 之下就要短路再吃 接著我再開 比較細的小口 接著再上第二層光光 再對比較細的小口 吃下去 吃下去 就變了 然後再把光子拒絕 一樣可以得到這樣的形狀 但是請問你 假設這是二號做法 二號做法 是先吃大了再吃大了 一號做法 先吃小了再吃大了 根據我們之前 前一個章節 我唯一你叫所教的知識 你會選擇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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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線一你會挑哪一個 從除外打得跟我們一樣對不對 用畫的嘛當然 可是實際上咧 誰比較好做 我先問你 開大額豆比較困難 還是開小額豆比較困難 所以開小額豆是不是 曝光要比較困難 所以開小額豆是不是 曝光要比較清純 他對我唯一的要求是比較高 而唯一的要求越高 我就希望他的表面是越 平整越好 對不對 那請問 開小額豆要用平整 請問 先吃小額豆比較困難 還是後吃小額豆比較困難 還是後吃小額豆比較困難 先開的是最平的嘛 你後開了 你已經先開大額 再挖一下 從來要開小額豆的時候 就沒有後跟薄的那種感覺 表面已經剛剛高高低了嘛 不是嗎 對不對 你能打得更開完已經有高低高低了嘛 你在從不低的地方再開小額豆 可是如果你是先開小額呢 先開小額豆的時候還都是平的啊 上面都開始平的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角度去看的話 有沒有 在看到你製成的時候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達到很大的問題 但是總是會有最好的一個方法 它會讓你的製成負擔最小或是最精準 所以你身為一個製成者的工程師 你自己要知道 我有兩種做法 可是你要挑一個比較合邏輯的 或是比較先就於雞孩的 如果你的雞孩很強那大家有沒有差 但如果做你最有些先虛的誤差 你還是有比較好的別選 所以就有分這種先吃大還是先吃小額 好 在一起 那它是怎麼過呢 實際上的這層沒有那麼簡單 它是這樣子 好 下面就是什麼呢 剛剛講的 H是大類 這層就是H是大類 你要開小額是大H是大類 然後上位再把小額短路在一起 好 而前面講說只有光主 實際上會有光主這麼簡單嗎 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會是用什麼呢 首先有一層光主下面有一層Bug 這個Bug是什麼呢 它是抗反射層 它是Untime Reflection的Coding 它是一層抗反射層 而在試刻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通常這個絕緣層很厚 絕緣層通常很厚 因為當原件做好之後 你要用一個絕緣層把它包好 這個包的拉起來會比較厚 可是Compay又很小 所以Compay的曝光呢 要曝得很精準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光主就沒有辦法太厚 在無異的章節講過嗎 尺寸越小的圖案 你的解析度要越好 你的景深就會越小 景深越小 你的圖案要清除 你的光主的厚度 就一定要在景深以內 所以光主一直保暖 可是光在四顆的時候 光主還拿過四顆紙膀層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四顆厚膜的時候 是會消耗光主 你的光主又這麼好 不在吃厚膜的時候 是會很容易光主就被消耗掉了 就沒了 那其實沒有的是 旁邊的阿才剛買出 這邊都被擋住了 所以 光主下面出的抗反熱忱 就是為了曝光的 抗反熱忱 抗反熱忱可以幹嘛 降低出波效應嘛 考試有考過嗎 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出波效應 抗反熱忱可以拿 然後下面還有GIS 來幹做什麼呢 光主就算四顆沒了 還有GIS打十顆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用我們吃 我們十顆二氧化心 用的氣體會是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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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歐盟又有很多巨額物有沒有 然後經過加熱列解到旁邊的 列中巨額物只留下SiO不出來 TiO 所以我們前面加熱是有介紹過的 好 所以呢 所以他首先 你們看到他先吃比較深的 因為這是煮完的話就很深的 所以他先吃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吃完之後呢 才去吃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吃完之後呢再去吃 而且你要看喔 你看他噴兩次 他第一次吃的時候囉 沒有一次吃到的 他不用一次吃到 他留一定會不會紅乳 因為在開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開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他還是會露出來啊 就第二次黃光的時候 這個就消失了 然後在吃的時候 他會被消耗 而這裡還會繼續被消耗下去 所以他第一次的時候不用吃到 他留一片厚度 他留一片厚度 在做第二次時刻的時候 他自己還會繼續往下吃 所以就有東西 前面這個是一股 這股沒有畫出來 沒有關係 這就有 一開始沒有吃到 吃第二次的時候 就把它吃到 吃第二次的時候 就把它吃到 原本這裡是厚的嘛 我第二次把它吃飽的時候 第一次的地方 就會再往下吃下去 就會看見到這邊了 這都要是吃蒜頭 吃過頭會怎麼樣 就會吃到最遠 所以這裡面有個 H18類在上面 然後最後唯空拿了一下 就可以把它給掉了 甚至是怎樣呢 直接泡點熱瘤酸 如果這裡是那一串的話 如果這不是雞蛋的話 這只要泡點熱瘤酸 也可以想 你可以拿掉了 或者是輕微的乾脂封擊一下 然後接著呢 接著就把銅 基本上就把銅鍍進去 那銅的成績 現在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電鍍 電鍍 銅現在都是用電鍍 用電鍍進去的 然後銅鍍完之後呢 接著一下CMP 把它模擬 後面的清除的話 它會講到銅的電鍍 接著模擬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看到 借電池時刻 你會看到 如果是阿塞 Nitri 這些 我都覺得奇怪 只要是阿塞相關的 或是Nitri相關的 全部都是CMP4跟CMP3 或是餐點氧 或是餐點氫 之類的 那底層要抗試刻 不管會有什麼呢 都會使用 大部分都是用金屬 都是使用金屬 來抵擋它 有單下面的X3類 大家會使用金屬 因為大部分的金屬呢 比較不會被火給揮發 除了屋之外 我們常看到的金屬裡面 會跟火反應形成 氣化物的副常物的就是 Constant W 因為WFU是氣化物 是其他的 所有的金屬的 大部分的普通會規發 或是反應出力很快 就這樣 那時刻終點的話 是讓它看什麼呢 這下面就會有心 這下面就會有心 這是界限制時刻 有心跟媒體差不多 因為都差 寫的資訊都差不多了 這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 對它寫來幹嘛 因為沒有什麼 就是判別人 好 假如界限制時刻之後 我記得回到施力可能的時刻 施力可能的時刻 在整個6月3或4月4號 過程中呢 主要發生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金元拿來 要開始炸 製作電精靈之前 要先做 shelow change isolation的時候 會有10顆 大家記得嗎 做shelow change的時候呢 需要10顆的單經系 還有一次的C時刻是什麼 扎起 Gake是多經系 那也是C的10顆 但是單經系時刻所用的條件 跟多經系所用的條件 不一樣 在該式時刻 用的是不一樣的條件 不一樣的條件 那 早期使用Locos -35製程前用的Locos SLA 不需要小顆系 因為它的SLA 是靠氧化 膨脹出來的氧化層 就是系的表面 會氧化 而氧化會 上面會膨脹出氧化層 兩位我下來 我下面氧化 所以呢 早期-35的Locos 氧化層的絕緣程 是不需要小顆系的 但是 STI就需要小顆單經系 我們休息一下之後 後來介紹一下 單經系的時刻 現在是用的STI 在更早之前呢 誰最會用 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早期 是做DRAM的量級 所謂的DRAM 電容的面積要大 它全部的電量量才多 電容級才大 而電容的面積要大 要求變大呢 一種做法就是挖洞 洞挖的越深 整個面積 重面積就會越大 這個我們大家來介紹 這邊先休息一下